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奇芬 金融市场最难预测的变数是谁呢 就是川普了 川普一句话可以让股市重挫 也可以让股市上涨 那在上个礼拜的G20的会议当中 川普又释出了正面的讯息 那这个让这个礼拜的金融市场 又出现了一个大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川普究竟说了什么 原先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川普 对中国除了这个先前2000亿商品要克税 已经克到25%之外呢 还有剩下的3000亿左右的一个商品 也有可能要克税 而且讨论的时间就在这个7月2号要 这个完成这个公厅会 那结果川普却说了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 克税的问题呢 先暂缓了 不讨论了 那究竟什么时候再拿回来讨论呢 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说暂时不讨论了 所以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多 因为至少短期之间呢 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稍微的这个去除了 好那当然另外一个影响了整个科技产业的就是 华为的这个禁止令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不可以卖产品给华为 所以很多华为的手机甚至没有办法去更新软体 结果这个部分似乎也有一些些的松绑了 因为呢川普也说了美国的企业可以出售产品给华为 但是呢还是有加一个弹数就是在不违反国防安全之下呢 好所以呢虽然呢美国的白宫部闻就说了 对于华为的禁止令并没有去除 只是大家多了一些解释的空间 但是呢这个也让了一些美国的科技产业 可以来对华为出货了 所以这个礼拜呢所以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呢 也出现一些强劲的一个反弹 好所以呢当然这个川习会 这个川普释出了一个正面的讯息 最重要就激励了整个中国股市的一个 上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股市的表现 大家年初的一个大涨 在5月这个中美这个贸易谈判有些破局之下呢 出现了一波的回档整理 但是呢事实上在川习会还没有开会之前呢 其实呢这个中国股市就已经在慢慢的回升了 那在这个 确认了这个这个贸易战有些 趋缓之后呢 其实目前来讲上证更是 突破了一个季线 而且呢整个方向还是 可以都守住了一个年限 呈现一个比较多头的一个格局 并没有被破坏 那除了上证指数之外 我们也来看一下 深圳指数的走势 也是类似的 那深圳指数 在这个 4月底 就是算是率先的就修正了 但是也是一样 在这个G20真的开会之前 都已经缓慢的回升了 那目前也是呈现 几乎是站在所有均线的上方 也是呈现一个比较多头的一个走势 好那当然呢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整个 资金的一个流向 在这个5月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关系 有一些紧张之下呢人民币又出现一个 大贬值的一个走势 好那所以呢这个往上走就是美元走强 就是人民币贬值 所以呢在那个先前就出现人民币又一波的一个贬势 但是同样的我们在最近也看到整个人民币 又由贬走升 特别是在这个 7月1号这个 人民币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值的一个走势 所以看起来 短期之内呢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股市 惠市呢似乎 都已经回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方 方向了 好但是呢整个中国的整个经济面呢 当然还是有一些隐忧跟变数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 在先前的这个 这个美国祭出了这些贸易的手段之下呢 其实整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 PMI呢 是出现了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回挡的一个压力 那虽然一二月稍微有点反弹 可是一样最近两个月 整个PMI又跌破了50 也就是呢 其实整个的 制造业的景气 还是比较低迷的 但接下来的话当然还是要看 这个暂时之间的 这个贸易紧张的这个趋缓 可不可以让这个 中国的企业在下半年 多一些些的这个 就是景气的一个回温 但整体来说反而是因为整个景气是 比较表现不好的话 反而 也是有机会让官方来推出更多的一些激励的措施 那以目前来说 中国的部分呢他们在今年 都有 开始来上路的包括了降税 包括了这个减费 这些都是在五六月都陆续的上路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对中国来讲 目前整个景气 虽然不是太好 但是呢可能也不至于 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恶化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整个中国基金 今年以来的一个表现 那因为年初的话整个中国基金曾经出现一波 比较强劲的一个反弹 所以从一月涨到四月 事实上涨幅现相当的一个惊人 那虽然在这个五月份出现了一波 比较大的一些修正 但整体来说 今年以来中国基金 还是呈现一个正报酬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到年初以来的话 其实很多的中国基金 还是有两成到三成以上的一个涨幅 那即使在最近的这个几个月有一些的震荡 可是在最近的三个月期的话 有一些的基金 还是可以勉强交出正报酬 即使有付的话也是属于 小跌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今年如果持有中国基金的话 到目前为止 表现还是算是不错的 那特别是在 如果目前短期 整个中国的这个 中美贸易关系稍微有点和缓之下的话 其实大家手上的中国基金 应该还是可以续报 那不过当然大家也知道说 未来中美之间 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因为这个川普 经常还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行动 所以整体来说很可能 整个指数上涨的空间 不会太大 但是可能个股 还是有一些表现的机会 那么大家如果对于中国基金的一个投资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还是要 采取一个 比较长期的策略 也就是用定时定额的方式 来 这个慢慢的布局 中国应该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基金我最通 如果你有任何基金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 MoneyDJ TV粉丝团 来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